好,那接下来我想要跟各位分享一下 您看一下这一个项目呢 很多,然后有1,2,3,4,5,6 6个项目嘛,可是它未达到7个项目 然后,可是有时候我们可能就是要放 8个项目,9个项目 例如说,我就是要去放这样子一个项目 好,例如说复制 然后把它贴到这个地方 好,贴上之后呢 各位应该知道原预设是多大,32嘛 可是呢,假设我们今天再加AA 你有没有发现整个字是不是就缩小了 好像感觉现在的一个预设的状态是 所有的字都必须要放在这个框框里面 那如果刚好你就只要有8项或9项 这个时候呢,我字又不希望改变大小 一改变大小最后影响 如果说我们今天做母片的控制 这一张这个项目文字啊,就不会受到控制了 好,所以我建议各位呢,其实是应该动这件事 就是直接把那个文字也一定要放到那个框框里面的一个选项关掉 这边要选平止调整文字到版面配置区 这样子的话,它尽可能的会把相关文字都呈现出来 不会受到一定要放在这个框框的限制 当然这个使用时机是只有 例如说8列或者是9列的文字 你还可以用这一招 那如果啦,如果太多列 我也不太建议各位使用这一招 好,所以在这个地方 每一个字的大小都恢复成32字型大小了 好,所以主要就是在勾这个 停止调整文字到版面配置 这就是这个,现在有一个版面配置区嘛 它预设是要放进去的 可是如果你不要它放进去 这个时候你可以把选项改成这个 停止调整 好,请你们先动手玩一下 这个停止调整文字 放到版面配置区的功能